最美小龙女陈玉莲的动态鲜少出现 近日资深媒体人汪曼玲在友人婚礼上巧遇陈玉莲 照片中的陈玉莲虽然已经62岁 可她的素颜模样依旧不输当年 她那一头乌黑浓密的短发首先就羡煞旁人 她的气色红润眼神很亮 她的脸上有一种难得的纯净与安然 从陈玉莲的着装来看 她并没有选择精致的礼服 她只穿了最朴素的一套 一件浅灰色橄榄绿外套 那搭翡翠绿打底衫 黑衣黑鞋尽显干练利落 陈玉莲的这身装扮正如她的人生底色 如今的她看起来很普通 正如那不显眼的橄榄绿 可是曾经的她多么清脆欲滴 那辉煌的过往是无法被岁月抹去的 陈玉莲在婚礼现场一直站在新郎旁边 想必她一定是新郎的重要亲友 新郎能将不经常现身于公众面前的陈玉莲请到 责见关系非同寻常 陈玉莲在早前某年圣诞节 也曾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一尊短片 视频中的她依旧是素颜出镜 她亲切的与粉丝say hi 她的头轻轻的偏向一侧 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 这个神态不由让人一起 当年的小龙女与杨过在一起时的某个瞬间 那一种关怀和慈悲 陈玉莲的近兆看起来虽然有些岁月的痕迹 可是她的气质依旧如小龙女一般淡雅 陈玉莲身上的美与那些脸上没有一点皱纹 却表情僵硬的女星不同 她美得优雅 亮得真实自然 难怪很多网友称呼陈玉莲为不老仙女 足以有一句相由心声 陈玉莲脸上的富足快乐 让人不禁好奇 究竟是什么成为她最强大的精神支柱 原来陈玉莲在情路上的经历是很曲折 这让她认为恋情 婚姻都是一种人生的苦痛 她还表明不会再生小孩 免得她来人间受苦 虽然她的前半生历经千番 可是她在后半生仍然可以悠然面对生活 她能从过去痛苦的泥沼中解脱出来 陈玉莲还是很有大智慧的 虽然陈玉莲早已抛去了小情小爱对她的束缚 可是她并未停止爱这个世界 陈玉莲在内地帮助过很多穷困孩子 她还与女伴们开着四驱车跋山涉水 去新疆宁夏等地帮助山区的孩子们 陈玉莲过去曾有两年的时间完全与外界断绝关系 甚至连她的父母都不知道她的去效 她那时就已经决定待发修行 陈玉莲没有逃避现实生活 为了能帮助自己做慈善 她还再度拍戏 陈玉莲经过对比观察发现 一个人做慈善事业时 如果有知名度的话 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帮助她 为了慈善事业 她在线萤幕 虽然当时的评价并不乐观 因为很多人都对年轻的陈玉莲带有滤镜 他们对中年陈玉莲演的别的角色 显然没有多大兴趣 陈玉莲对所有的挫折并不放在心上 她还时不时的与三五好友相聚 闲谈之间朋友们也会偶尔日益过往 陈玉莲都能淡然处置 当年的陈玉莲 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感情上 都是一段传奇 她塑造的各种形象无可替代 她的爱情故事也是跌挡离奇 从小在乡下长大的陈玉莲 并没有什么远大理想 她是个务实的女孩 只想让眼前的每一寸光阴都快乐 陈玉莲不是一个爱读书的女孩 她看书时经常是看到后面时 已经把前面的内容忘光 她越来越觉得这书读不下去了 陈玉莲开始为自己谋划一条新出路 那时她的大姐在报馆里做杂志 陈玉莲跟着大姐学会拍时装照 那些模特的俏丽身影 就让她产生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当陈玉莲提出要参加TVB训练班时 身为军人的父亲并不支持她 在家人看来 年轻女孩子早早去拍戏 就算出了名也是要学坏的 只有大姐支持陈玉莲 好在陈玉莲的运气不错 她刚进训练班 就接到了当时最火的导演 谭家明的一部戏 《十三至杀父》 谭吉这个听起来很瘆人的角色 导演谭家明却对她有不同寻常的见解 她觉得这个角色就像陈玉莲一样倔强 这个角色是最适合她的 等到参加考试的时候 因为唱歌是陈玉莲的弱项 她就对老师说 我不会唱歌 这个一直坚持做自己的女孩 终于迎来了一炮而红的角色 小龙女 在八三版《神雕侠侣》中 刘德华演的杨过和陈玉莲演的小龙女 被金庸先生评价为最符合她小说的味道 原著中是这样描述小龙女的 除了一头黑发之外 她全身雪白 面容秀美绝俗 她周身笼罩着一层青烟薄雾 似真似幻 个人心头都不禁涌出美若天仙似自来 秋暑机用梨花称赞小龙女的美貌 好奇青鹰 天资灵秀 刘德华曾暗恋陈玉莲 她表示 那时上工很辛苦 可是因为想看到陈玉莲演的小龙女 虽然辛苦却开心得不得了 她觉得杨过就是她的选择 可惜陈玉莲并没有选择刘德华 她在戏外选择的是周润发 周润发用苦乐参半来形容她和陈玉莲之间的感情 她们在一起时也曾是快乐的 可是后来她们在感情磨合期时 两个人的矛盾逐渐出现 陈玉莲是个很纯很倔的女孩 她觉得她既然已经是周润发的女友 周润发就该将她介绍给所有好友 可是周润发只待她见她们都认识的朋友 其他场合她并不想让陈玉莲出现 恋爱时的女人是很敏感的 可是她们也心如明镜 周润发这种不明朗的态度 让陈玉莲的内心很不安 她要的是一个男人全部的心 陈玉莲觉得周润发是怕自己妨碍到她追别的女星 当我们再看周润发与女星的合影时 会发现周润发与正派女友陈玉莲的合影是最少的 或许是因为两人的合作比较少 或许正如陈玉莲所猜想的那样 周润发当时对这段情是很犹豫的 她很喜欢陈玉莲 可是她最初一直没有表白 直到一个富二代对陈玉莲展开猛烈的追求时 这才为周润发的爱火上又添了一把柴 周润发终于追到了陈玉莲 陈玉莲说 周润发想要一个乖乖的女友 当他们出去和朋友玩时 女友会静静的等着她 绝不是一直跟着她 有些人的个性只适合做朋友 当他们变成亲密爱人时 两个人就无法做到互相包容体谅 个性太强的人就像两团烈火 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都认为过度讨好或者迁就对方 是失去自我的一种体现 一个是大王 一个是女王 他们的世界都不愿意让别人过多干涉 这成了陈玉莲和周润发之间 不能走到最后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周润发的父亲是海元 他自有陪着母亲一起劳作 深知母亲的不意 在这种成长环境下 周润发要娶的女人 必须能将她的母亲放在第一位 很显然陈玉莲做不到 陈玉莲在这种感情的消耗下 她每天晚上都失眠 一下瘦了快二十斤 当她发现周润发不能给她一个安定的将来时 她就说出了自己要嫁其他人的想法 传闻周润发情急之下 竟吞下消毒药水自杀 竟然不能给对方一个安稳的将来 又何必要过度纠缠呢 只能说当时周润发太年轻 做事显得有些鲁莽轻率 陈玉莲也曾到医院照顾周润发 可是在此突发事件更加坚定了她分手的决心 她对朋友说 我总不能有男友等于没男友 我承认适应不了发载 第二年周润发火速娶了于安安 很多人都不明白 这个男人怎么可以变得如此快 周润发却说 他娶于安安一方面是因为爱 另一方面是为了让陈玉莲对她死心 陈玉莲得知周润发结婚的消息 她很是气愤 三是重重的打了自己的一巴掌 这五年的申情就这样错付了 陈玉莲经沈殿霞介绍 认识了商人陈昌武 两个人很快走到婚姻殿堂 有人问陈玉莲觉得婚前婚后有什么分别 陈玉莲答道 没有多大分别 就像没有结婚一样 不要常提醒我结婚好吗 我不想多提呢 可见陈玉莲对上一段情还是忘不了 因此她无法进入一段婚姻 她找不到自己灵魂寄托 周润发是否忘掉陈玉莲了呢 当年她和于安安结婚后的一系列迷惑操作 在我们旁观者看来史书有点作 周润发先是让于安安搬回娘家住 后来又让她去美国做插班生 当于安安不堪忍受提出离婚时 周润发立即答应对方 周润发对于安安说 她和她结婚很不开心 只是进婚姻上的责任 陈玉莲一直是周润发心中的白月光 她说在娱乐圈中 从未见过陈玉莲这么好的女孩 她是最纯最乖的一个 只是她性格倔强 她们彼此做朋友很好 做爱人都太强硬了 陈玉莲与陈昌武之间的婚姻只维持了八年 之后她又与一位导演交往 这段感情还是无疾而终 每个人心中都怀着浪漫的情怀 这份浪漫就像梦中的泰坦尼克号 可是当一对男女从浪漫走进现实的时候 有的爱情能经受住现实的考验 他们便可以走进婚姻 有的爱情却像泰坦尼克号撞冰山一样 她沉入海底 再也无法起死回生 陈玉莲那颗热情的心 接连被冰山撞碎 她便不再渴望爱情上寻找慰藉 她说人是不能逆天而行的 上天给了陈玉莲娇美动人的容貌 却没有给她幸福美满的婚姻 她也发现通过爱情获得快乐太难了 可帮助他人获得的快乐却简单又充实 从男人的角度看 陈玉莲这样迷倒亿万男人的女星 如女神一般 她能给男人的是轰轰烈烈的爱情 当年年轻时他们放纵不积爱自由 最爱陈玉莲这样个性鲜明的女孩 可是当他们想要步入婚姻时 往往会选择能让自己内心平静的女人作为婚姻伴侣 这也是周润发选精明能感 包容体贴的陈慧莲当妻子的原因 陈玉莲与陈慧莲名字仅一字之差 命运却天差地别 一个成了香港最后一位仙女 一个成了著名的发嫂 说性格决定命运也好 说人生的出场顺序所致也罢 各种缘由都只有当事人在余生中慢慢去品了